自耐克宣布全球大裁员后,浪华终于波及到大中华区。 据揽雄体育了解,耐克中国此次计划整体裁员近20%,也就是约400人的规模。 第一阶段上周已经密集开始,主要以北京和广州的区域办公室为主,上海总部暂时不受大影响。 与裁员同时发生的是组织架构调整,不少高层或离开。 事实上,耐克早在6月就公布了全球裁员计划。 据Front Office Boards在10月8日披露,今年6月,耐克CEO约翰·多纳霍已置信员工,透露公司将彻底改革管理层结构。 数据显示,截至今年5月,耐克有员工约75400人,如果裁员幅度在7%至10%,则意味着将有5300至7500人失去工作。 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被看作是这次裁员的导火索。 根据耐克6月26日公布的Q4裁计的营收数据,该季度耐克收入下降38%至63.1亿美元,远低于分析师估计的73.8亿美元。 据彭博社分析,这是耐克自1998年以来的最差表现。 受该季度亏损影响,耐克2020财年全年营收同比下降4%,而这个数字在半年报是增长9%。